好消息,一群超人更新了 坏消息,更新的是241话的重画版本 忍者王大大加强,次元者毁天灭地 差点直接毁了英雄协会 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看 重画版本的241话 我说一,视频开始之前求点赞关注 拜托了,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 分面是如此亮丽动人的吹雪 实在抱歉,标题,威胁 紧接着弗莱士奇遇还有大言子 找爆爆谈话的内容 弗莱士表示,弟子的事情先放一边 告诉我们你之前跟神明交战的信息 我们就是为了来了解这个信息 爆破脸色阴沉,如果你想要战斗的话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就你这种实力,会有生命危险的 弗莱士很是气愤,你在说 我很弱吗,你这家伙 不会是碰到我背后一次现在开始得意洋洋了 我也不甘心啊,我要不是给神明来上一击的话 我可咽不下这口气 奇遇很是疑惑,为什么 弗莱士表示,这就说来话长了 奇遇立马说,不用说了,但是弗莱士还是说了起来 忍者村是超一流的暗杀机构培养机关 周边铺设了结界,隐藏在常人无法起集的深山之中 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逃离训练的时候 深入地下探险,发现了被放置的立方体 忍者村就是模仿这个建造的 这里面沉睡着一个男人 几乎已经看不出人形的忍者村的创始人 大家口中称之为 那位大人,如果那是被神明赋予过的力量的话 这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为了铲除一流的暗杀者 对小孩们进行地狱般的训练 其实就是为了高效率选出神明的爪牙 是这样吗,爆破 爆破神心凝重,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你还是不能出手 那位大人,名为虚空的弗一德 曾经是我的搭档,弗莱斯等人显得有些惊讶 曾经我们共同探寻立方体的时候 他堕入了生命的手中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失策 忍者村里面那些年纪轻轻就被夺去人生的悲剧 以及暗杀的牺牲者们 本应都不该出现 这件事情要由我来做个了结 弗莱斯说着,你的搭档成为了敌人的手下 你还放任他离开 爆破解释,他的实力与我旗鼓相当 被赋予力量之后,力量甚至在我之上 就算这样,我也给他造成了重创 但是最后还是被他逃走了 弗莱斯质问爆破 面对搭档,所以犹豫了 是吧,真是天真 SD第一真是让人无语 神明,我自己会去找 正当爆破跟弗莱斯争论的时候 一旁有人汇报 实验准备好了 几个怪人被绑在了那里 然后被电击 这是怪人细胞分离的实验 这些怪人是五斗大会上的怪人 电击过后,很多怪人都受不了了 一个熊猫怪人在这站了起来 请继续,在到场的孩子们眼前 我选择了怪人化 这副样子,我没有办法面对大家 继续电击以后 熊猫怪人好像发生了什么变化 稀奇看着这些变化 跟银色流芽爆高的一样 解除怪人化的关键 似乎是精神层灭 其余对爆破说着 大叔,你也想让搭档变成人类吧 弗莱斯说着 还不知道他是否才有人性 如此兴师动众 搞实验到头来还是只能祈祷 首先要好好想想 这是能生情的对手吗 突然爆破感觉到了什么 双手发光,对碰,巨大的圆球 将整个英雄协会罩住 英雄协会的外围 还是当初龙卷跟奇遇大战造成的坑洞 爆破直接将整个英雄协会传送走了 突然无数道的资源斩击 击中了英雄协会 周围的大地瞬间裂开 以英雄协会为中心 周围直接变成了生生的沟壑 这破坏力比龙卷都要强大上不少 英雄协会就这样又被传送了回来 爆破将众人传送到了楼顶 看着周边这一切 稀奇已经吓得不行了 弗莱士也显得还是惊讶 爆破解释 这是弗伊德的资源斩 他似乎已经痊愈了 这看来是给我们打声招呼 弗莱士震惊了 这就是那家伙的招式吗 奇遇看下了爆破 你能赢吗 大叔 爆破表示 会赢的 这几年我也没有闲着 奇遇看着被破坏的地面 这跟龙卷干的好事差不多 以上就是一拳超人241话的重画版 我是义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